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进行冲突 湖南 湖北 黑龙江 山东等多地的建设银行前员工聚集各省城示威游行 安徽意见人士张灵的女儿张安妮和姐姐经多方营救安全抵达美国旧金山 中国高院和高检出台网络诽谤罪的司法解释 教师节期间 河北 陕西等多个省的民办教师进京请愿 浙江湖州城管暴力执法导致三轮车夫死亡 引发群体事件 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因官说司法被撤销国民党打击 丧失立法委员以及院长资格 被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派行十年的施涛 提前15个月获释 公民力量等团体发起联署 反对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乌鲁木齐一名持刀的维族男子 在与警察对峙时被枪击 生死不详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的一周回顾 我是饶一鸣 谢谢收看 再见 อ岁 crdan 请不吝点赞 Iran Por нем来太远 是自己时忘記了 或计算点误 我刚才 Airline